诗篇第十二篇 耶和华 求你施行拯救 因为虔诚人没有了 在世人中的现实人也不见了 他们彼此说谎 用谄媚的嘴唇说话 口是心非 愿耶和华剪除一切说谄媚话的嘴唇 和说夸大话的舌头 他们曾说 我们必能以舌头取胜 我们的嘴唇是自己的 谁能做我们的主呢 耶和华说 因为困苦人的冤屈 和贫穷人的叹息 我现在要起来 把他们安置在他们渴望的稳妥之中 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 好像银子在尼炉中练过 经练过七次一样 耶和华 求你保守我们 保护我们 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 恶人到处横行 邪恶在世人中被高举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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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